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能跟你完全心意相通到百分之百 我现在长这么大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同诚意 你看到你朋友身上有一个很闪光的点 他身上一定也会有缺点 这个朋友身上的哪一点照亮你 我觉得要多去看好的地方 因为不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啊 那我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 我身上有很多很多缺点 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朋友时间求同诚意吧 就是你渴望完全的感同身受 几乎是奢望 怎么会有人完全理解你的苦 然后因此懂得你的难呢 不会有的 但凡能有一点点惺惺相惜 让你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已是非常难得啊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呢 没有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意味着要穿你的鞋走你的路 吃你的苦熬你的夜 读你的书受你的难呢 怎么可能会有 不可能的 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 我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 对吧 我们有不同的生活经历 是不可能完全感同身受的 所以之后只要有一点点 惺惺相惜 你就觉得哎呀 真难得 哎呀 薄牙子气那种感觉 很难得的 所以 有时候更多的共情能力 就必须靠你自己 站在别人角度上思考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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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